你感觉是 就是说要柔和一些 对柔和一些没错 好的 那个抹挑也没那么快 是吧 这个抹挑 他那个负是短的 挑退负下 我就把那个七六省了 挑就是 挑退负 等于他这个退负 是负是跟后面那个下七六 是在一拍上 那个退本身的站一拍 你看 挑退负乡 这样子 挑退负乡 是这样 如果是唱弦的话就是这样 可以把那些反正能省略都省略 那个 还好 就是那个 那个挠 挠那个节奏 节奏弹得不是很 不是很好 你看 我们先从那个哪开始 就从那个 大七拖七 就是 就是 泛音刚结束的那 我们从这开始谈 你从这开始谈一下 大七拖七 那个地方 保留指应该在三弦 是的 对 好 我们从这开始谈一下 这个地方重来 退负 那个进负也没那么快 嗯 棒 哒哒哒哒哒哒哒 进 那个 进是四分之三 那个负是四分之一 啊 好 再从这个地方 明七九 明七九 勾三 嗯 其实那前面那个明七九 勾三 你这个一拍 脱够了 是的 看后面那个 进负 啊 进是四分之三 负是四分之一 嗯 嗯 所以进一块九一点 嗯 对 这个 四分之三 啊 你看 勾 进 伏 推 伏 啊 你看 第一个进负 那个负就很短 然后退 负是两个是 对半分的啊 勾 进 伏 推 伏 是吧 对 好 对了 对了 好好 看来这个唱弦还是有用的 啊 啊 这是这叫唱弦 唱弦 唱弦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把那尽量的把 你已经脑子里知道那些可以省略了 但是你把重要的那些就唱出来 然后为的是记住 嗯 老师或者是先贤人家的那个节奏啊 就可以这样的 勾 勾 筋 腹 腿 腹 勾 筋 腹 啊 就是你看这后面就可以唱出来 啊 勾 筋 腹 下 地 上 啊 这是叫唱弦 啊 所以 对 这个就对了啊 以后要记不住的话 你可以想一想 看一下那个谱子自己来唱 按那节奏 勾 筋 腹 腹 腹 啊 就是 就是这个 可以让他那个点的感觉更强一些 就是说 嗯 就是让那个 挠的那个时间感觉更更短 就是 啊 往回复的那个 可以幅度运动的那个距离更短一点 这样可能更容易造成那个点的那个感觉 好 再来从那开始 从那个 嗯 明七九勾三开始 嗯 啊 你看你把它拖的慢一点 然后 嗯 距运动距离又短 就是在脑上面的那个时间短 他就这个点的那种性质就更容易突出出来 比如说我们弹成这个速度 嗯 看这个 这个地方他那走的比较多一些哈 但是你可以听那个摩擦的那个声音是就能听出那个节奏感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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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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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啊 那个上上 后面两个上上 那是其实离得很很短啊很很紧的 就是啊 那个两个进步 比如说我就可以唱成是就是说两遍进步啊 踢 提进步 进步 敬 敷 上上啊 你看上7和上6四很短的 上伤 我都没时间说那个后面那个数字是吧 是这样一个关系 踢 进步 进步 上上 勾 勾 你可以数一下 心里面数着来一下 不要把那两个脑肺要连的那么紧 很好 就这个意思 懂吧 就是要能把它分开 就是一二上 好 后面这也是一样的 一二撞 就是这样 所以把它弹慢了就好了